赖兴德明天走马上任 他的台大学长柯文哲今天爆料说 赖兴德是一个好人 只是太过谨慎 吃顿饭不但要花三个小时 还全程板凳坐三分之一 被挤90度 不过坐视风格慢 比较有计划性 就像一把长刀 而柯文哲自己则是长期处在急诊环境下 30秒内就要做出攸关生死的决定 就如同一把扁针 赖兴德高升接任行政院长 和日前成功举办世大院 民调如日中天的柯文哲 两人同样具有一身背景 外界推断 未来台湾将会从律师治国 转为一师治国 一师世代才要开始 过几年才可以看到 比较清楚地看到成绩 不但同样拥有高民调 柯文哲还是赖兴德的台大学长 赖兴德接任格魁 可疲予有荣烟 不过还是要趁机爆料 柯文哲说赖兴德是个好人 只是太过谨慎 吃饭不但正经为座 夏天还穿西装 半凳只坐三分之一 还维持背脊90度 不过因为内科出身 做事风格慢 较有计划性 就像是一把长刀 而自己因为长期在急诊环境 30秒内就要做决定 就如同一把扁针 但是在政治上都是缺点 其实政治上很多 大部分的情形是可以慢慢想 那一个洞钻下去 如果没钻好钻错 又得另外钻一个洞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千疮百孔 虽然议员反酸 柯文哲的确是一把扁钻 把市政钻得千疮百孔 不过柯P高民调 想要顺利连任2018 似乎蓝绿双方 无人能敌 这些金融小偷太多 独孤求败 胜券在握 不过柯文哲还是保持低调 说自己又不是独孤求败 就怕树大招风 引来不必要的争端 借里谢谢你们好台北采访报道